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是在云南宝山石头城的停车场 昨晚我就住在这里了 我昨天从卢布湖出发开了五个小车车来到这里 从我看到宝山石头城这个路牌拐进来小路开始 我竟然开了35公里 来到这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路况 来这里确实不容易 那么来到石头城我们要看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吧 其实石头城就是大概有100多户的纳西族 居住在一个巨大的蘑菇状的石头上 这个石头城三面是绝壁 一面是直接切入到金沙江第四非常的险峻 我们现在应该是很久了 这个地方也说到金沙江西都已经绝了 这个地方也看不见了 我们现在也看到小路こと 我们在这里是我们老闆点的尽头 我们先看下一个小路 整个石头城都是那西族的民居 有少量的客栈隐藏在其中 总的来说石头城吃住都不是特别的方便 那么石头城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 整个石头城对我来说最大的魅力就在于 这里充满着八九十年代的回忆 这里家家户户都在养鸡养猪养马 所以整个石头城充满着家畜的分辨的味道 我经过每一家的时候发现他们都在砍猪草 这是我小时候也会做的事情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了 守护了特别多 看似已不慌 听下你首歌 还有还有在石头城逛是很容易迷路的 昨天我找赢家民宿找了两次 竟然都没有找到 这里呢就是整个石头城的最高点 一个平台 类似一个广场 这边有很多城墙 那城墙里面有孔 应该是带有一点防御功能的一个作战平台 这里呢相当于是石头城的一个瞭望台 然后整个石头城的这三面呢 都是悬崖峭壁 那一面呢是直接切入到金沙江的 一片吗是就這樣 其实这两天呢 刚才不跟李语 这一面呢 最热心就是商談了 我是很难关心的 那你大家找到了 感谢观看